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准备了一下 这一个礼拜 收到了很多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但是还没有在影片中提到的 K-POP韩国消息 9月10号 庆州大学的大学商汉郁安 在2021韩国选美鞋成大赛 拿下了冠军 182的身高 小小的脸 完美的身材 哇,好帅 恭喜恭喜 都长得太帅了 这照片里的人都很帅 不当一人吗 都长得差不多的帅 可能就是这个大会追求的美男型吧 Kara-Kiri分手 女团Kara成员Kiri 与2019年开始交往的富二代男友分手了 目前在Kiri的IG上 也看不到两个人的合照 Kiri的所使公司也证实了这件事情 并表示 分手原因是个人隐私 不便透露 男的在6月底背包酒驾跟严禁女生 可能就是跟这件事情有关吧 男朋友小七岁 早就知道会有这种结局 有点可惜 其实还挺相配的 惊人的速度 一位网友在论坛上传了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传送的短信 光阳市政府1.43分到1.33分 腊炒猪肉两人份 烧酒一瓶 啤酒一瓶 现金支付24000元的两位男性 请到保健所接受快晒 应该就是这个餐厅有确诊者来过 所以保健所就发送了这个短信 给来过这个餐厅的客人 不过大家发现到了吗 星期六白天 吃腊炒猪肉 一瓶烧酒 一瓶啤酒 只花了19分钟 是用酒拌饭吃了吗 怎么可能 是喝了腊炒猪肉吗 应该是等上菜的时候 就把酒喝完了 接着连头也不抬 马上吃完就走人 腊炒猪情侣 最近以兴取乒乓回归的腊炒猪情侣 在节目中修出了恩爱 我跟腊炒分手的话 就不会再谈恋爱了 哇 怎么了 适可而止吧 在我最尊敬的人当中 我最尊敬Hana 你知道这件事吗 然后在如果猜对数字的话 可以获得100万的情况下 因为猜错的话 就一分钱都拿不到 所以Hana一直犹豫 等一下现在 我们玩吧 你钱很多 结果猜错了 好喜欢这种老情侣的互动 啊十八好好笑 Hana的表情好真实 看起来很幸福 刀薰舞的象征团体Infinite 除了目前在海军陆战队服役的A日外 成员金松佑 强中舞 南木昌 伊桑妞 伊桑妞等五人 为了拍摄聚在一起了 虽然不是为了准备新专辑 但是是因为时隔三年的相聚 所以让粉丝们都非常感动 终于 啊好喜欢Infinite 我的十代二十代的回忆都是Infinite 真的好想你们 会一直坚持等到六人完全提 一位网友上传了 Karina知道自己的身材很好吗 的天文 这位网友表示 Karina从中学开始身材就很好 虽然是韩国人 但是脸很小 胳背很长 胸部很丰满 好羡慕这个身材 真的好漂亮 怎么能在这么瘦的身体 该有的都有呢 不是这么瘦 怎么还会有胸部呢 真的是神刺的身材 黑睡 9月10号 演员何一姐在YouTube频道爆料 自己在2016年突然退出演艺圈的理由是因为男演员要求赔睡 何一姐表示 不知道能不能在节目上说 他现在已经结婚了 就是因为他我才会退出演艺圈的 有一天在休息室 他对我说 你知道观众们怎么说我们这个剧吗 你跟我一点都不像恋人关系 但是你知道要怎么样才能像恋人关系吗 要一起睡 但是你应该不愿意吧 我不想那样 那就好好演戏 你这个臭 何一姐的话也不是没有知名度 竟然也遭到耍大牌性骚扰 那灵眼或者是新人演员不就 他的作品并不多 所以马上就能知道是在说谁了 不怕会被告吗 孙羊系的孙羊也跟他拍过戏 好担心会不会也遭过同样的事情 啊 腐山低成本景点 邦谈孙羊蛋起名中国店 店不是邦谈 总之他们的故乡腐山 用非常低成本做了一个拍照景点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然后因为有网友反馈 左右脚弄反了之后 马上就给换过来了 啊好好笑 脚趾也好可爱 去腐山的话一定要去拍照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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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